刚刚获纳入为恒指城份股的4位新贵,全部上升。升得最好的是中国宏桥01378,升近8%。次为东方海外00316升6%。 三市中心国际00981升3%。最差的是车股中升控股00881。最终以小升一格的0.1%收市。入市消息不多。其中一条是美总统拜登证实正考虑取消一些中国商品入口关税。 这原是旧文。但也小小地翻炒一下。使得恒指收窄一些跌幅。新经济股多数回远。腾讯。美团。阿里巴巴区跌。 近京东小星。美团与阿里将公布业绩。市场正等后期成绩表。取态审慎。因为前有腾讯。公布后大跌。 所以大家也就等宣布后计过算过财定行指料。 美团跌3%。阿里跌3.3%。均预先打定预防针。传统经济股亦是个别发展。上升股种中。有我头牌的两只爱股中海游00883和中移动00941。 中移动名。25日就徐正。因派2.43元股息。应有吸引。 且看抢息派会否最后采取行动了。内银股表现参差。上升的市中行。 迅行。平收的市建行。下跌的市工行。农行。招行。 看来。离除正环有一个月。现在炒起。此角组料点。喜欢博私有化的朋友可以留意以下两只股份。 一是雅士利01230。私有化出价1.2元。现价1.1元。 药成功相当于修年式8.3%。另一只是庄园木牆01533。现价9.99元。 私有化出价10.86元。药成功。 有8.7%。由于一般不用一年这么长。大约是4个月左右。因此实际的利率比上面以年计高得多。 今年可以讲是私有化或收购顺风顺水的一年。 只有华智失败。如皆成功。我头牌先后介绍过家里物流。 雷蛇。北风。创兴银行。合兴。感光资本。国电科环等等。 军告顺利完成所有程序。 现在的雅士利和庄园木牆各有特点。 前者交投活约。但要完成要约双方的资产互相买卖。 手续多一些。后者则很单纯。原为A。H股。 现在私有化H股。保留A股。 没有资产买卖。只待90%小股东同意即可。 不过弱点是买卖疏落。因此有3000万股。 早已归了边。 晚安。 38万股。 安诚。 50万股。 五十万股。 20万股。